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香港区议员投票结果初步出来了 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呢投票人数在登记选民人数70%多 远远超过了往年 第二呢投票结果泛民派在18区全面获胜 而建制派呢基本上全面败选 这是五个月来香港人民在反送中运动中 再一次强大的民意的体现 这是香港人民顶着在票的当场 被黑警骚扰阻挠的成果 是香港人民在五个多月的 持续的黑警的暴力下 上千人被捕被自杀被强奸 这个暴力下的这种坚持 那么其中曾子杰呢 他是一位民意代表 他两次被黑社会攻击 一度躺倒在街上血泊之中 那么今天呢他胜利了 而黄之锋是唯一被剥夺参选资格的候选人 但是他支持的候选人今天成功了 而那个资深的所谓的政客呢 何君尧今天惨败 民意如此不可为 这比中共捏造几个视频更有利 这个结果呢彻底揭穿了中共的 在香港的乱局中是一小撮所谓的暴徒动乱的这个谎言 如果广大人民都站在暴徒这一边 这叫做官逼民反 我们海外华人呢 要把今天香港人的胜利传到墙内去 这对墙内的人来说呢 是一个思考的机会 为什么老百姓支持反政府的泛民派人士 支持那些在抗议运动中攒露头角的年轻人 而不支持中共支持的所谓的资深的候选人呢 为什么老百姓宁可忍受反送中运动带来的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也要支持反送中运动 还有一点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香港的这次议员的选举 吸引了大批的支持香港民主人权的国际人士 很多人清零现场 义务做观察员监察员 香港人以他们卓越的反抗精神 对民主和人权的不离不弃 不下跪不沉默做奴隶的精神 赢得了全世界的正义力量的支持 同时呢 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了中共 香港已经在中共的帖幕上撕下了深深的一道口子 而且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 天灭中共这句话 已经随着反送中运动 深入香港人的民心 已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香港的反抗 是中共灭亡道路上的重要的里程碑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光复大陆 天灭中共 谢谢